去甜蜜同框出席削肉店开幕活动 说到林千佑最广为人知的身份 就是艺人纳豆前女友 但两人情变后 她就转而和圈外富二代交往 更曾与梁静茹的前夫传绯闻 直到近年才恋上赖心扶伤 大家好 欢迎来到她的爱马仕世界 今天要来介绍爱马仕的最入门包款 开箱价值超过新台币15万元的爱马仕包包 林千佑不时在IG上晒出各种精品 生活相当好奢 15年前踏入演艺圈后 新途一直不孕不火 但出手如此阔绰 外船都是靠男友资助 被拍下和赖心扶伤一同搭商务舱出国旅游 据了解两人三年前开始交往 当时赖心扶伤还是已婚身份 但出门却总带着林千佑 女方甚至还会开小账 到原配脸书留言呛瞎 只是赖心扶伤早已晕传 去年八月正式和原配离婚 但没想到如今两人感情彻底破裂 知情人士透露赖心扶伤经常带着林千佑 乘坐私人飞机出国写拼 一次花费就是上千万 跟常常现身帮他买单 每次花费30到20万元不等 但女方却让他履上媒体版面 直言男方才是受害者 但林千佑也在IG反击 指控附上男友的朋友 追他不成就到处抹黑 强调男友过去婚姻出问题 根本与自己无关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隔空开火 林千佑的感情事件内幕 再度被搬上台面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